三个行为是男人衰老的一种加速器 第二件事情男人几乎都戒不掉 行为一就是过度熬夜 熬夜虽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情况 但是长期熬夜皮肤就会变差 肝脏原本需要在晚上休息 但是熬夜就等于肝脏加班 长期下去的话 这个帮助身体排毒的一种器官就会不堪重负 脸上暗沉长斑皱纹它就会出现了 衰老也就会不气而喻 行为二就是过度的抽烟 抽烟的危害我们就不用一一的细说了 这里重点就要提出 抽烟会让血管变得细变得窄 我们身体是需要通过血液来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的 如果这一个输送渠道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么细胞的缺氧 我们的一种身体就容易疲劳 细胞就会加快的衰老 那么皮肤也会变得暗沉 这毕竟是皮肤的一种衰老 香烟里面的一种胶油 尼古丁等等都是有害的物质的 对肝脏和脑细胞都是伤害的 加快衰老是必然的 行为三就是精神压力过大 确实男人的压力是很大的 长期处于一种精神压力过大的一种状态的话 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特别的差 长期下去的话就是会有白条发 失眠 内分泌失调 这都会让自己加速衰老的一种情况的 衰老虽然说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但是我们通过合理的一种方法去改善它 也是可以延迟衰老的 很多的养生专家 美容达人或者是明星都有提过 如果想要延迟衰老 那么就要养成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 像延迟衰老有哪些建议呢 建议一就是经常的运动 一周啊两次左右 每次呢半小时以上的运动 对身体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如果自己体重过大的话 建议呢可以先从走路开始 经常走路呢就可以改善身体的健康 延缓的一个衰老 第二点就是戒烟了 想要健康并且延迟衰老的话 戒烟它就是有必要的 戒烟之后啊自己的皮肤也会看上去呢 就更加的年轻 如果自己再有意思的改善睡眠那种状态的话 并且呢注重防晒等皮肤保养 延迟衰老可是大有益处的哦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呢 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 拜拜